我是史考特,台湾出生,13岁移民美国 曾经对人生非常的困惑,生活也过得差强人意 直到34岁那一年,突然接触到灵修和量子物理的知识 将他们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之后,人生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 现在我担任美国上市企业执行业务总监 管理最高业绩团队,同行业绩全球冠军 同时也担任南美洲古老萨满仪式,神圣草药的携帮人 引导上百人参加灵性仪式 这个podcast是记录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些概念 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有益处,欢迎一起分享 请搜寻史考特给自己的笔记 今天报道五一事后,问是蓝世博 他现在二礼拜四天,既然去金会这厅长 他也是书面文物观的观长 来,世博你好 大家好 世博你是打什么会 我打过三京大学五个科系 所以你要问哪一个 我们现在都流行像沉默奕峰 要订这儿又订那儿 对 我大学会是更简单 我中美学达专科的时候 一开始达工业工程管理 但我达半年我就转去气管系 气管科五专比达台台中文 但我也没达到 去栋台台台文学研究所 那最后是念政大台识所 不过我就没有 把博士学位修完这样子 你讨台文 也讨历史 所以你为了做很多口述史 其实如果说到 苏边欧子山 大家就会想到 这个是世博长期 做口述历史采访 的一个人 你是怎么会走到这里 其实很多都是异话 我一开始有一个记忆 奉门北西区部 一个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的案件 那这就实施了 林水壮 黄华 刘家清 那时有做他们的奉门 但是因为当然那时实施了 所以史明先生后来 2009年的时候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有想说 要不要做这个采访 所以其实 做他的奉门是一个机缘 就是有做过的 有这个机会 要做看看 但那跟我自己本来的研究 是比较没有关系 这样 他像苏边欧子山 如果说苏边后来的鞋 欧子山 所以说 这是南生 还是比较多月 你做他口述史的时候 几岁 我做他口述史 我实施的时候八十五 我八十七 我做他的奉门的时候已经九十二了 哇 八十五会 实施 九十几会 九十二会才开始做 对 第二他也要有到等会收 对啊 第二 那有千九 他多月 总是有那个 说话 什么 各方面的理解都没问题吗 我感觉 可能也是说 他一方面 就是说 他身体保持得不错 虽然说 2009年的时候 破坏 身体有 比较稀 他一直说什么 他一开始就说 譬如说 因为我们当时 发现说 很多年轻人不买义 他自己会有点消沉 他会觉得说 好像自己是不是 比较不被当代所重视 所以我们那时候 也是有点策略性 就说 每次奉门都找 一个年轻朋友去 每次都没同 所以 他其实都会重复的 把他的一些理念 或者说 台湾认同 台湾意识怎么形成 当然 多说一次 所以我去几次 可能像我看 就听过 二三十次 这种 社会主义 民族认同 等等 他会先说 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再讲 他自己的生平 这样子 他是整岁出世的 他 1918年 就台湾整辈 要进入到 文化抗日运动 前夕的时候出生的 你採风 出面欧日桑 因为那个出面欧日桑 过去到 103年的 对 算很短的时间 那他也是见证 说 他开始有人 独立 要主张独立 又做台独运动 又在日本 又重复到台湾 你在访问 这几点 整个 你访问多久 我以前 差不多 在 香港 九年 十二月 在便宜访问 医院访问 他访问到三月 三月就登行征 行征后 到六月 所以差不多 就有半年 的时间 可以这么说 半年再多一点点 一个礼拜一次 所以我们总共访问 是差不多 30次的访问 但回过头来看 其实当然 史明口述史 今年是出版 第十年 那也重新出了一个 新的校正版 校定版 不过 我们回头看 还是会觉得说 已经写了这么多 不过其实还是有蛮多东西 很可惜 就还没有访问到 或还没有收入到 这样子 口述历史 还是说去回顾 一个人的年轻 你觉得做这种记录 对要留下来 让我们看 是希望有什么影响吗 我看一个 最触味 就是说 有人会写日记 那有人会 请人家帮他写传记 那有的人会自己写传记 或者是 后来随着这个录音设备 开始出现 以后会出现 所谓的口述历史 那我觉得 这些不同的文本 刚好 我研究所有 最后这门口 就是说 其实传记 日记 或口述历史 当然它随着 记录的方式不同 它就有一些 不同的功能或特征 比如说 日记 它可能就是比较琐碎 比较零碎 会隐藏了很多 生活的记录 这个电影票多少钱 一碗米多少钱 那口述历史 其实好处就是说 因为对于 想要保留故事的 这个人 他会比较轻松 因为他不用 他不用自己写 开工就好了 像我们这样子 广播的一个 录制过程中 其实也都是一种 口述史的这种 保留的一个材料 那当然 执笔者 也去处理 所以所有的口述史 当它进入到 文字化的过程中 其实还是有个 最重要的是追认 比如说 朱秦 你这是我的好问 好问刷了 我给他 变成这个文字了 还是需要你去看过 去承认说 这些文字都是 我所说的内容 所以 有两个 工作很重要 就是说 懂不懂得问问题 我觉得这是 进行口述史的 一个很大的关键 那再来就是说 在整理稿件的 过程中 能不能 就是保留重要的东西 或者去除一些 不相干的杂讯 像说 为他做方问 要到他20年前 阿世伯 你一直做到 你现在是 市民文物馆 的官场 是怎么 当这个 乌鸡上县区 停留这么久 到他离开了 你还在处理这个 那个重点 当然是 就是说 事情做到就要做 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在做 口述史 或在做研究的时候 会希望保持客观 就说 我们跟他过于 亲近的话 其实会产生一些 BIOS 就产生一些误差 或是产生一些 不必要的考虑 或考量 那当然最重要 还是因为 史明先生 他没有 算是说 没有亲身的 后代 他很年轻 他就健康 听他说 他就健康 去健康 对 当然他的说法 是说 因为那时候 在上海 那因为担心说 怀孕有小孩 会不会影响 到地下工作 所以他就决定说 要进 就是做 节眨手术 这样子 那所以 当然他 从日本回来 已经 年纪很大了 那跟他的家人 也都没有联系了 长辈也都不在了 所以 就相对来说 变成他就比较没有旁系的亲属 或者说直接的后人 去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 因缘际会下 当然就是有 现在史明基因会的 红美龙董事长 还有阿忠哥 那他们去协助处理 那当然 他们现在也都 差不多六十回了 所以 有一些 比较琐碎的事情 就变成由我们 去帮忙 这样子 因为史明先生 他也有很长时间 他在日本 在池袋 他有开一间拉面店 饺子店 日本 有些新店 味 我以前 人生 当那部份 他有很多趣味 他又跟他住在定楼 用那间店 炭吉 来进去 就去运动 这个部份 你做口述时 他有多长时间 他在 1952年 重新回到日本 那一开始应该是 比较像在摆摊子 那到了 池袋 大概是1955年左右 开始慢慢在池袋 那一带活动 那也可以说 是从1955年左右 到1993年 回来台湾 这段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池袋 那1980年 1980年以后 可以去美国 可以出国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都还在日本 所以 那算起来 四五十年 其实其实可以说 那个地方 是他生活的 最主要的活动区域 听到说 他只包 那种 水桥 就赚了 九亿多的日币 有我比较算的 交易的 一千两百万年 收入 是 但是我看他 像我 很简单 都穿五十块 五十块 是啊 其实这一次 这个计算 是我们在整理 这个新增位的 史明纪念馆 那当中发现的 一个一些故事 比如说 我们就发现一个箱子 那敏鸿姐又说 这个新增位就是 我以前的 放钱的地方 那他有著名说 因为史明先生 他从来没有在跟 银行或金融机关 打交道 因为这些都会 留下记录 那 口述史里面有 记录说 他一个月的 营业额 就大部分两百万 所以 我们就用这个 两百万做基数 然后陈宇 他在一九五几年 到一九九三年 这样的时间 如果每个月两百万 那表示那个箱子 小小的一个箱子 他就粗粗碌碌的 九亿多的日币 但是这么多的钱 这也让我们最感动 也是最感慨的 就是说 这次新增米的 这个四老的 书名的记两罐 我们就保留了 一块榻榻米 那那榻榻米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榻榻米 放在他的房间口 是他房间门口的 一块榻榻米 这个榻榻米呢 我们在整修的时候 今年本来想要 把它贴掉 要做一个整修 所以就把一些 成就的榻榻米 要拿走 就才发现 那块榻榻米的上面 垫了一块草席 那草席 跟榻榻米 已经融为一体了 已经咕咕 你就以为 那个榻榻米 就是那个草席 就是榻榻米 榻榻米就是草席 你分不出来了 结果 要搬 要拆的时候 才发现说 那个草席一掀开 那块榻榻米 竟然已经破了 那一个人 他的榻榻米 那不是说 客厂 不是说什么 储藏事实 他自己的 对 每天用的 一个榻榻米 的闻口 这榻榻米 扒 他连换一块榻榻米 都没有做 你看 他都说 他一个厢子里面 出出力量 这么多年 中间 九亿多的日币 从这里 粗粗粗粗粗 但他竟然连 自己一块榻榻米 都没经历 确实 让人家觉得 很感动 所以他的质是用去 用去 结面 用在台湾身上 其实也是这里 有那种 很有榻榻米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 这里要注意 就是说 访问的过程中 我会看到 其实是一连串的 这个 挫败的过程 失败的过程 你说这个挫败 是怎么去定义的 没成功 他到底没成功 他所有的 投注没成功 还是说过程 也经常没成功 我这边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他那时候 请人家 想要把电波 打进台湾 所以就派了人 去宇纳国岛 去会刊 宇纳国岛 去台湾很快 所以他就请人 去宇纳国岛 会刊 然后也请人来台湾 看台湾的 无线电塔 然后就派人 从无线电学校开始读 所以说要付学费 要付生活费 然后要养两个人 然后从不会到会 然后再到宇纳国岛 去插那个电塔 他如果说人力资源管理 这是很大的 他这个 是啊 发拼 结果我就问他 那个电塔 他说电塔盖到一半的时候 宇纳国岛就流球 被归还给日本政府 然后NHK就在那个 岛上面插了一个更大的电塔 然后他们被盖台 我就问他 你的电塔要怎么 他就说 听着听着 等着海底 这件样子 算不如天算 你不是去用非法盖台 你被NHK 你被合法盖台 所以我这讲 这也是一种挫败 就是有形的成本 就为了我们的建民 做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就变成 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会成功 对 我也听过 给你什么说 说他做那个 全民客庭车 那像也是希望说 就是做组织战 这样 当然 他回来台湾 想要做的 所以他跟这个 计言车司机 或大众 其实我觉得 他也花蛮多精神 在这上面的 所以他说的 对我的挫败 就是 这只是一个例子 它是很多例子的累积 是 稍后我们继续说 是不是 买的小孩 他都会把年轻人 会失礼 其实他做很多 就说他一做的事情 到底没成功 你说的挫败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可能 也是对他 对自己的一个反省吧 对 等一下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 他至少让我觉得 很感动的地方 是说 在他的年纪 尤其至少越到 晚期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自己 有更多的一些反省 跟对我们的提醒 我觉得 是会让我觉得 是一种 很好的典范 好 我们马上回来 波特 有意思 来 继续讨问 蓝士博 二十八 思经纪念基金会执行长 他最后还有一个新闻 是 史明文物馆的馆长 他会做这个馆长 是因为呢 二十年前 他就讨问 史明乌尼桑 那我们刚刚在上半段 还有一个结论 乌尼桑刚刚 他人生就做这些事 都是失败的 做道理运动 很多工作都失败的 是怎样一个人 一直这样失败 又用自己的钱 又一直做下去 我刚刚就只是 我们现在可能 这个社会很难想象的事 当然 我们都说失败 就好像说 很不好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有些事情就是一种 超越成功跟失败的 一个价值判断 要怎么说 你有说一个人 要做一个很大的事 那当然他就是 有点像鱼公移山 一天挖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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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会成功 可是可能 可能不知道 过什么时候 要多久 不知道哪一代的子孙 才能够完成 可是 总要有人做第一步 第一个开始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们会讨论 奇怪 这些人都不成功 还会一直做 继续做 当然 我觉得跟他 有把自己的一些 生活上 财迷油盐酱醋茶 经济 生活 有处理好事 再来想起理想有关系 可是同样的 当然我们会想 为了理想 一而再 再而再的失败 也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下去 也是很不简单 我觉得 他反映出来 其实也是帮助 我们重新思考 我们的记得攜呆 我们要怎么重新 去界定一个人 对于 所谓成功跟失败的定义 我觉得透过 史明先生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他如果说独立 台湾独立 所以他做很久 他没成功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 我去上去买了 看着少年 过来会失礼 说 实在很抱歉 我没成功 可是回过头来 他像他已经 越来越多 差不多九十多 我发现到很多人 开始注意到一下 台湾四八年 有很多年人 对宿命 乌尼桑的研究 也越来越多 是怎样 是因为他都穿 牛仔衣服吗 我感觉就是说 他也很乐意 跟年轻人相处 不管是八十几回 七十几回到台湾 八十几回 九十几回 其实我觉得他对年轻人 都有很好的一个亲和力 那当然那之后我们 透过口述历史访谈 还是说新书的一个座谈会 活动等等 其实我觉得也让他 接触到非常多的台湾 尤其是台派的年轻人 我觉得年轻人给他 蛮大的信心 我记得05年 06年那时候 刚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说 好像年轻人都好像 对他有点距离 或者说对台湾不关心 有时候会有这种 比较灰心的言论 可是我觉得 随着后来 大家越来越相处 或者说更多年轻人 就是来认识他以后 我觉得他也对自己 也对台湾的信心 其实是变多的 我觉得他的接受度 跟包容度也会更高 就是说他也可能会相信 说年轻人会有 他自己的方法 然后这些方法 做的行动 对台湾也会产生帮助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弹性跟包容度 我觉得是 后来欧丽桑跟年轻人 越来越密切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四伯 说了一个很多 世大人的心上 有很多世大人 说到过去 就觉得年轻人 没什么趣 可是苏平欧丽桑 他说到过去 怎么做 他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这个跟四伯 因为你们当中 也做很多的口述师 就是说 他的转换的界面 是少年人 是不是 他需要一些特殊的界面 我觉得很多人 对年轻人的态度 或是太想法 可能会有不一样 这我自己到现在 也还会觉得说 其实很多年轻人 会的都是 我不太会的东西 或者说我觉得 他们可能发挥的潜力 会比我们更好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也跟后来的 跟我内上相处的转变 我觉得有关系 互相的影响彼此 就是说 对年轻人有性灵 当然我没有给他机会 我给他资源 让他做一件事 万一做一件事 那我觉得 当然年轻人得到正向的回馈 他就会投入更多 或做到更多 所以我觉得反而 或许这有一种 欲情顾重好了 或者是说 我觉得长辈 或是说前辈 在跟年轻人相处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关键 不过其实有在上做的事情 包括说他的人生 说他有着 要做极免 不然有自己的孩子 因为这就贪 九亿外 的日子 不过自己坐的 榻榻米 跟面上都黏着火 他完全就是没有污谊 所以这个对现在 可能觉得难以想象 可是因为他是集中 是希望说台湾都立 他有跟你说 他是怎么那么年轻人 就聚焦这个议题 因为我觉得 1955年 新极核进前 哪有人去说台湾都立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 其实很多时候 最早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这个人想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或者说 是不是一种 后设的建构 那这边当然 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说目前政治大学 有在做这个书名 给你上的展览 就介绍他生平的介绍 是在这个达显图书馆 然后有一个 算是有一个这个特展 那里面就复原了 新增位的这个房间 一部分那些 对 一桌拉面的老店 对 所以就很欢迎大家 就是可以去这个 政治大学的图书馆 然后参观 那12月2号 我们在新庄 有个地下工作的特展 就是说跟老李山 过去做地下工作的 一些东西 都有做一些经历 在我们的新庄的 市民国务馆 也欢迎大家有空 12月2号开幕以后 都欢迎可以来新庄来参观 那当然重点是说 12月10号 在东京的新增位 我们的市民纪念馆 四楼会开幕 那开幕活动是在 就是在老李山的母校 找到田的政治经济学部 条工经济的母校母系的大楼 来办一个特别的讲演 当然这个街团就可以 可以说是真的 到了一个段落 就是成功的把 市民先留下来的 这个资料跟文物 做一个阶段性的整理 跟展现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蛮重要的讯息 可以提供给大家 所以我们专门 这两个地方 就像政代的 那是问和学生多 多交流 那是新增位 以前煮辣米的那些 就是那个店 现在又是新增位吗 对 因为 老李山为疫情 50年代 就是我们当初的讲说 很多故事 他自己讲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很多人怀疑 那随着口述访谈的过程 以及别人的记录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石民先生讲的 很多东西都有他的根据 就说 要删这个台湾历数 是什么时候想要删 对 对这个台湾历数 是什么时候开始 但目前可以确定 大概在1950年代 1950年 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就有想要写 这样的一个书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跑去跟 曹永和老师借书 那曹永和老师 把这个经历 写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确定 其实石民先生 从1950年回到台湾 一边想要刺杀 讲戒时 一边去收钱 收集枪支的过程中 他就产生了 想要写这个台湾人历史的一个念头 当然 一旦五空年开始 到1962年 经过12年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过程中 完成了台湾人四百年史 在这个九坪大的房子 只有不到三坪左右的房间 完成了台湾人立场的第一本通史 可以说这个小小的房子 可以说就是台湾人 台湾意识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对 当然现在是说那时候 2015年开始是租给别人 不过好感觉 他还是在做这个所谓的中华料理 他在做一些大卤面 大卤面跟煎饺 跟一些炒的菜这样子 所以我最近发现说 在日本 这间两个卤面有名 这样吗 他在Google Google评价还蛮高的 所以其实那间店目前 至少保留了当时的史明先生 在做中华料理的一个特色 所以如果是电浪就是 同样 不然就要一楼二楼 大卤面 还有饺子 会常常看过去去四楼 是 看特残 是 他有机会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长期在日本 所以以后还是会有一种 预约的这个导览过程 不过如果有机会能够 这个12月9号 可以先到日本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导览 那你未来后来后续的 在预约在导览的过程中 你在走那个楼梯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完成这样些书 完成这些事情的史明 真的是 我们如果这样直接讲一点 真的是了不起 那那个楼梯是怎样 你会这样感觉 经历会有没有 那楼梯每一站 每一个楼梯的方向都不同 什么意思 坡度也不同 弯曲程度也不同 位置也不不同 所以你会走那楼梯的时候 每一站的楼梯都没什么小想 当你在走这楼梯的时候 我经常在笑说 这就是台湾人的闻名 台湾人的秘密就是走在一个 弯曲的小道上 很怕 不好走 怕到四楼梯 流流的窜 那是说夏天的楼梯 真的很热 我们本来思考说 是不是整修要顺便装冷气 一个东西在冬天 带我们处理这些事情 那一天就靠近了 感受很强 随便有话说 我们不要争 不要争冷气 他说 小离山他说 这样子 七八月的这种天气 在这里完成四百年时 对 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去那里 感受到那个温度 感受到那个崎岖的过程 你也知道说台湾人 是这么不简单 你才能超越 所谓的成功跟失败的定义 对 今天好问是蓝世博 世博他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研究者 他也很厉害做口述历史 其实有很多人说 是怎么有的 比较厉害 比较多 都想出自转 有以前的经料下船 有时候 不好意思 我有发现说 同样一件事 那下船的人 那过程跟结果 都微微不相同 那是怎么 是比较多的记不对 有个人本身 记得比较多的 这其实是同一体这两面 那人也会选择 所以不管我们在做口述史 或做日记传记的时候 其实都会提醒大家说 这个都只是初阶的史料 就是说这个故书 只是这个人的版本的故事 不代表是真实的历史 你讨这个故书 就是说 这是他的记得中间 他所记得的这件事 可是不是代表说 他就是真实的历史 所以这个是一个 蛮重要的观念 因为大家就觉得说 是不是这个某某人 写了这个口述史 就代表 这是不是就是历史 这个对我 好像不够公平 不友善 对我来说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 你爱记得 如果很多人 在不同的时空 讲同一件事情 如果都有点类似的话 就代表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如果我们两个人 在同一个时空中 发生同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各自描述的时候 有80%到90% 都会不太一样 这才是合理的 如果两个人讲的一样 那就表示他们串供 大概通常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个人的历史 常常有个人的史观 就是我的看法 不会只是这个事实本身 所以作为历史研究者 还要再把他背背分类一下 部分一定是真的 那部分是怎样 像做苏永先生的考树历史 你感觉这样对你自己的人生 哪有一个工作 但是对自己的人生有影响 我感觉其实有这么大的影响 你一开始没想到的 当然就是说 可能没有想过这时候 会是你的责任 当然执行过程中 我觉得你会得到很多收获 那这些收获 其实都是别人不容易得到的 包括说你要经历 这么多四万五万人的文件 要如何丹尾寄责 要如何说一些露营大 要如何处理 露营大要如何处理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帮助我们去重新思考 我们跟台湾历史的关系 那同时也透过史明先生 可以去理解 其他不同的历史人物当中 所面对的一些 各自不同的处境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最真真实实的历史课 最真实的历史课 宏明的第一线 当事人 也变成自己生命中的一个经验 因为我们把它吸收去 把它整理出去 今天感谢这个蓝士婆 这是宏明 谢谢你 谢谢 GoPockets GoApplePockets 东西爱丢